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革的方向 既然是讲改革 那当然是应该私权力的不断扩大 公权力的不断约束 如果维北对了这个原则 公权力不断扩大 私权力越来越缩小 叫改革呢 所以从这点来说 我觉得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从这次这个中央决议里面呢 可以看出来它包含了五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讲的是树立法律和宪法的权威 叫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这一部分呢 核心的问题应该看到啊 现在怎么样来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很关键的一条是必须要落实宪法 也就是宪法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一种空的东西 并没有落在实处 实际上在人民的心目中并没有把宪法看得有那么高的一个地位 我想要怎么来落实呢 那就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落实 第一个呢 就是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使人们能够感受到宪法的权威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严格说来 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党的权威还大大高于宪法的权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开一个党代会啊 开一个党的三中权威啊 三中权威的决议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人们的心目中缺乏一种这种宪法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威 其实我们的人民的权力也好 政府的权力的限制也好 都是以宪法作为准则 但是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党政分开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来 我觉得还是有所缺陷 因为小平同志在三十多年前就提到了党政要分开 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做到党政分开 应该说树立宪法权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公报里面讲了 绝对于那些违反宪法的行为 必须予以制裁 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建立违反宪法的责任制度 这个责任制度现在没有 虽然我们有了一个违宪的一个程序 现在的程序如果有人提出来违宪 首先交给全国人大下面一个局级的单位 由他们来看如果认为确实够上了违宪审查 那么就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表决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一起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 再加上现在法院还有个规定 法院的判决不能够以宪法为依据 既然不能够以宪法为依据 那你怎么审查呀 你这个违宪审查依照什么东西呀 依据什么东西呀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还很缺乏一个科学的违宪审查制度 那么我们的三中全会决议里面 涉及到法治建设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依法行使行政权利的制度 行政执法权 我们知道公权利里面行政执法权是最厉害的 而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键 就是我们所提的把权利关在笼子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把权利关在笼子里面 人民就比较满意了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关键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把过分庞大的政府 权威过大的过重的政府 变成有限政府 它的权利限制起来 尤其我们这次提出来 市场应该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既然市场在资源配置啊各个方面啊 其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政府的作用就相对就要削弱了 就要减少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要大大削减 政府的过多过重不该有的职能 应该削减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 我们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了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过去也有一些成绩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过去做的并不很理想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行政许可法里面 当时做报告的法治办主任说了一句话 说凡是市场能决定的 尽量由市场自己决定 市场不能决定的 尽量由社会组织来确定 如果市场主体和社会都无法解决的 政府才来许可才来批准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啊 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决定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的做法并不是这样 政府仍然是在许多方面设置了许可 批准的制度 因为它有自身的切身的物质利益 所以不解决好政府在资源分配上 市场准入这些方面的自身的切身利益 你要让它减少自己的功能也很困难 我觉得解决政府的职能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透明化 透明化是监督政府职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只有透明了 老百姓才能够监督 我们再加上其他的监督实施的一些制度 我们就可以很好限制了政府的权利 我想在这一点上应该说 从过去我们已经实施的情况看来 政府在这些方面 过去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啊 建立了这一些公开的制度啊 社会的询问啊 像类似这样的话 应该说对于政府限制权力的这些措施 我还是认为方向也很正确 还很有希望 寄予了很大希望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要健全我们的司法权力的形式制度 也就是司法体制改革了 司法体制改革应该说核心的问题是公正判决 这个公正的判决 应该说既是一个公权力的正确行使 又是一个保护老百姓民事权力 人民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觉得和过去有很大的改变 过去我曾经说过 在法院的审判工作方面 在司法体制方面 我们是倒退的 有的地方还是大步的倒退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方向纠正了 我们在前进 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过去我们提了是三个至上 司法审判工作要三个至上 而三个至上里面 把党的利益至上 放在了法律和宪法的权威 至上的上面 这就使人就不好理解了 至上是最高了 怎么有三个至上 而三个至上里面 党的利益又至上 法院的审判工作 怎么来确定党的利益至上 这党的利益至上 那就是以政法委员会了 所以政法委员会的 在这次的 我们可以看到 十八大的期间 它的作用大大的降低了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次我们司法改革里面也提到了 法院我们的审判权的独立吧 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想在这方面 我们也提出了去地方化 去行政化的一些手段 法院要去地方化 去行政化 这是法院改革里面至关重要的一条 如果你的人权 事权 财权 都是由地方的县一级的政法委来掌握 或者有关部门来掌握 那么你是没法脱离它的干预的 只有把人权 财权 事权 收到了省一级的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摆脱了很大的干扰 我记得原来乔氏同志曾经有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让地方的法院 脱离地方政法委的领导 我想现在如果我们把地方的法院的 人权 财权 事权脱离了地方 它就可以脱离了 所以从多个方面看起来 我对于现代的司法体制的改革 还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而且认为方向是很正确的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涉及到人权的保障 我们在这一部分里面也谈到了 要完善这个人权保障制度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劳教制度的废除了 劳教制度本来就是应该废除 这次废除也是顺理成章 因为这样的一种制度 完全是由行政机关的部门 公安部门来决定一个人 剥夺他的自由三到四年 而且从程序来说也没有合法的依据 因为立法法已经规定了 凡是剥夺和限制人民权利的 那应该是法律的规定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解决了劳教制度 是不是等于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还要看后面怎么样 会不会有一种变相的劳动教养制度出现呢 也有可能 所以这还很需要拭目以待 我想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到了 禁止刑讯逼供 而且把刑讯逼供的各种定义内容也说了 把刑讯逼供排除在可以作为一个合法证据的这个范围之外 而且规定了任何非法所取得的证据都不能给人定罪 这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为他表示了在法院里面应当是以无罪推定作为判断一个人判刑的依据 不能够有有罪推定的这个方式 这个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在中国法院里面影响是很深的 因为过去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有罪推定 自从沈德勇常务副院长发表文章说 法院宁可错放也不能够错判 这个就标志了我们的思想的改变了 宁可错放不能够错判 或者说宁可错放不能错杀 这和过去我们长期居留人认为证据不足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从这些方面来看 人权保障包括户籍制度啊 还包括我们的人口制度啊等等啊 实际上对于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自由 也享受了要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制度也有很大的改建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想谈谈民主政治制度 在我们的三中全会决议里面呢 把民主政治放在了政治体制改革里面 没有把它放在了法治建设的这一部分 从道理来说 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有时候内容很难区分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 你也可以说民主是一种权利 我觉得在民主政治制度这一面 或者说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这个决议量点不多啊 这是很遗憾 为什么说量点不多呢 因为我觉得民主政治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是民主选举的问题 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而涉及到民主选举没有多大的内容 是吧 我们在基层选举里面还可以体现一些民主 但是再往上都没有了 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代表 各级人民代表都是各级 党政器官来确定的 所以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的制度 不给人民更多的民主参政权 能够自己来 由自己的意志来选举 我所喜欢的那个人大代表 那个议员 那这个就缺乏了这个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 所以我对于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 总的看法是这样 有些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 有的地方也有很赞赏的地方都有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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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